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两扇将近三公尺高的紧闭门飞上 雕刻着一枚精美的文章 看起来似乎颇有年代 要说的话 大概是出于受魔者常年穿梭于魔窟中所培养出来的直觉吧 一看到那扇门的样子 我就反射性地停下了脚步 没有继续前进 而随后跟上来的穆涅尔甚至不用开口 光是看到他脸上面无血色 冷汗直冒的表情 我就知道自己的猜想一点而都没错 因为 那不是想要隐藏什么的羞愧 而是急欲避开什么的恐惧 换句话说 在那廊道的尽头 大概就是某种类似禁地之类的地方了 爱 原来是挑死路啊 我一边扬坐醉眼朦胧 没有看清楚前方的样子 一边喃喃自语 然后立刻掉转过头 拔腿就走 毕竟 我的目标只是为了帮欧库尔达创造混水摸鱼的机会 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眼见我这么逝去 穆涅尔也如释重负 连忙上前扶住我的肩膀 想把我尽速带离 然而 还没走出几步 就看见一道不知何时 从何处冒出的身影 静静站在我们原本来时的转角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而在看清来人的那一瞬间 穆涅尔搀扶着我的双手 瞬间变得僵硬 甚至开始有些颤抖 格 格朗德斯大师 他将手从我身上迅速抽回 右手抚胸 左手负在背后 恭敬地屈身行礼 而听到大师这两个字 我也不禁定了定神 仔细打亮其眼前的这个人物 因为早前在参访行程中 导览人员曾经提到 担任研究院中最高职位的四个人 会被授予大师头衔 那就是院长 以及战绩开发部 魔法研究部 与工程发展部三大部门的部长 那么 眼前这位格朗德斯大师 又是何许人也 当时距离晚宴结束并没有多久 所以我和穆涅尔都还穿着参加晚宴时的正装 但格朗德斯大师身上只有一席宽松的白镜罩袍 用一条宽大的黑色腰带束在身上 显然并没有参加刚才的晚宴 从脸上的皱纹看来 格朗德斯的年纪似乎并不比院长阿伦布拉尔年轻多少 但即使只是双手拢在袖中 静静地站着 那有如崇山峻岭般的威然气势 也让人完全不敢小瞧眼前这个身形娇小的女人 对 王国炎救院三位部长之一的格朗德斯大师 是一位留着银白短发的婆婆 而且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穆涅尔 她的嗓音低沉却不沙哑 而那与年龄不慎相符的明亮眼神 更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这么晚了 你不好好待在你们工程发展部 特地跑来战绩开发部这里 该不会是有事想找我老太婆吧 一脸尴尬的穆涅尔连忙解释 嗯 大师说笑了 我们 嗯 是因为这位客人不小心迷了路 所以我才赶快来把他带回去 打扰到大师休息 真的非常抱歉 迷路 这么看来 今年学术交流会的晚宴应该很热闹吧 看着我们两人一头雾水的反应 格朗德斯淡淡一笑 不然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不小心迷路迷到我们研究院里面来呢 你说是吧 来自蒂埃尔拉的阿谢洛·梅尔库里欧先生 这 格朗德斯虽然没有把话挑明 但连续几个问句依旧轰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 心虚的穆涅尔不敢回话不说 就连我都忍不住暗暗折舌 假如原本还残留着三分九亿 此刻也被吓得只剩半分 毕竟 西亚学术交流会中的主角 向来是你们这些代表队的学生们 而我们这些在场边指导的教练 只要出了赛场就几乎不会有人认得 更不用说被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记住自己的全名 就算他听见了我之前在研究院门口的那番大吼吧 那顶多也只能解释 格朗德斯为什么知道研究院里的不速之客 不止我一人 却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能一眼就认出我来 要知道那天可是我生平头一次穿上正装 我在照镜子的时候 可是自己都快认不得自己了 因此他之所以认得我 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他不知何时 已经对我留上了心 这对想要混水摸鱼的我来说 绝对是大大的不妙 啊 刚才真是失礼了 格朗德斯大师 我装作刚刚清醒过来的样子 慌忙地赔礼道歉 我原本只是想到工程发展不找人 可是人生地不熟 加上晚上又多喝了两杯 这才不小心闯到大师这里来 上午参访时 没有在展示会场遇到大师 无缘拜见 甚是遗憾 晚上这番打扰 纯属无心之过 还请大师原谅 我嘴上一边说道 心里只想赶快从这个地方抽身而退 而慕尼尔眼看我这么干脆地低头认错 也连忙顺势敲起了鞭骨 他一面陪笑 一面搭住我的肩膀 哎 我们研究院这么大 梅尔库里欧先生当然认不得路 都是我不好 刚才我应该赶快拉住他才对 我这就带梅尔库里欧先生 回我们工程发展部去 看着我们两人轮番道歉 格朗德斯什么也没说 脸上依然挂着那个淡淡的笑容 仿佛眼前是两个正在表演的小丑 L 两个立场相反的人 突然这么有默契地一搭一唱起来 或许你也觉得非常好笑吧 不过 那只是因为 你不知道格朗德斯有多么可怕而已 由于他一言不发 对我们的说辞不置可否 我们两人对视一眼 便移动脚步想要离开 但是我们紧紧跨出一步就停了下来 因为格朗德斯依然站在那个走到转角的中央 一点也没有想要让开的意思 在尴尬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穆涅尔首先憋不住了 大师 这 无缘拜见 甚是遗憾 是吗 格朗德斯直接打断穆涅尔 微微转过身来正对着我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现在又这么急着离开呢 再说了 他的脸色竖得一变 方才的笑容转瞬消失 难道你真的以为 在我们瓦吉亚王家研救院门口叫嚣之后 还可以这样说走就走 看到格朗德斯突然变脸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穆涅尔已经急忙喊了起来 等等 等等 大师 他可是蒂埃尔拉学院的老师 穆埃伯雷邦连的代表 按照外交 住口 格朗德斯喝道 同时往前踏了一步 而他的下一句话 差点没把我给直接吓死 穆埃伯雷邦连又怎么样 就算是蒂埃尔拉的国王 在我亚伯勒斯格朗德斯面前 也没有他说话的份 当我还在圣女之盾的时候 我因为戴奥朵拉的缘故 获得了进入塔比斯林竹府书库的许可 也在里头花了不少时间 由于得知了艾琳的森人族血统 我曾经特别翻阅过 与森人族有关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名为 《北境适略的人物传记集》 里头有这样的记载 在梅萨大陆的严寒北境 有一片绵延千里的森林 自西向东 直入更守在巴西欧海峡旁的山脉之中 而森林与山脉的交汇地带 就是森人族千年来世代定居之处 那里下短冬长 适合农耕的时间很短 而居民多靠采集于捕猎为生 不过 在那里有一个著名的传说 就是每逢大旱造成粮食短缺 猎物急剧减少 让居民难以为生时 那一年的冬夜 森林里就会出现不知名的红艳光芒 突然照亮整个北方的天空 一开始 森人族还以为是干旱造成的森林大火 但天亮之后 他们发现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在那仿佛连繁星 都要烧尽的冲天火光之中 整片森林居然完好无缺 只有原本躲藏在森林中的魔物 不知为何 竟然全部失去知觉 昏倒在地 任由人们捡食回家充做食粮 于是 那片不知从何而来 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但又总是拯救人们 于饥荒之中的不知名火光 就被古代的森林族 冠以圣燕之名 视为露斯女神的恩典 我刚刚提过 北境事略是一本人物传记集 而这本书之所以会提到 这个森林族的传说 是因为在六十多年前 瓦吉亚王国曾有一位骑士 被封以圣燕之名 那就是亚伯勒斯格朗德斯 L 如果你也读过北境事略 你就会知道 假如真是那本书上所写的 亚伯勒斯格朗德斯 别说蒂埃尔拉的国王了 恐怕连瓦吉亚国王 都不敢动他分毫 亚伯勒斯格朗德斯 出身瓦吉亚王室 十二直系中的格朗德斯家 21岁受封盛宴骑士 24岁时获选为巴币 是瓦吉亚史上 第二年轻的巴币成员 仅次于一千多年前的 圣光骑士萨格拉多 然而 在当了三十几年的巴币之后 他毫无预警地 辞去了巴币的职位 同时归还骑士称号 就此隐退 有人说 他是为了空出位置 好让自己的学生可以出头 也有人说 当时前任国王身体欠佳 而他的声望虽高 却不希望与现任国王竞争 造成国家动荡 于是选择急流勇退 不过 无论真实的原因如何 他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 宣布隐退而下降 反而冲到了另一个高峰 根据书上记载 由于亚伯勒斯不仅实力高强 而且无意不惊 就连穿刺塔拉德罗 破断弗拉克席翁 与奥密阿伦布拉尔这三位巴币成员 都曾经受教于他 所以 在他归还圣宴 骑士这个头衔之后 当时的瓦吉亚民间 又为他取了另一个 更加响亮的称号 武圣 当时读到这篇传记的我 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 武圣亚伯勒斯 会这样站在我的面前 挡住我的去路 而我甚至不需要洞察 就能知道 哪怕他当时已经年近九十 我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我和穆涅尔 毫无选择的余地 只能跟在亚伯勒斯后头 乖乖地走进了 那扇木植大门后的 大型研究室里 虽然以研究室为名 但里头无疑更像是一个武道场 在既阔且高的圆柱形房间中央 是一座长宽个约15公尺 膝盖高度的方形石器平台 而平台左右两侧的木架上 刀、剑、枪、斧、锤、鞭 甚至包含弓箭在内 数十把长短造型各异的武器 一字排开 简直比城里的武器垫还要齐全 反倒是环绕在四周墙上的黑板 这原本最符合研究室 这个名称的东西 一眼看去 却成了此间最突兀的存在 话虽如此 一想到这是由武胜坐镇的 战绩开发部部长专属研究室 眼前这幅景象 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亚伯勒斯的示意下 我走上石台 和他正面相对 那个 大师 我抱着一线希望 做出最后的努力 方才是我不对 如有冒犯瓦吉亚语大师之处 我再次郑重地向大师道歉 然而 亚伯勒斯的回答 彻底断绝了我的希望 冒犯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能够培养出 一招逆转阿斐拉多的学生 像梅尔库里欧先生 这么优秀的老师 要是说你冒犯 岂不是显得我们瓦吉亚 气量狭小 没有承认失败的风度 好家伙 我心中一凉 顿时醒悟 他是穿刺塔拉德罗的老师 而阿斐拉多又是塔拉德罗的儿子 原来 这老太婆根本是未徒孙报仇来的 在那一瞬间 无数念头在我脑中转过 既然武圣亚伯勒斯存心找茬 身在王家研究院里的我就算想躲也躲不了 除了应战之外 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但反过来说 既然他的目的是找茬 那无论他嘴上说的多么强硬 应该都不会真的把我这个 慕哀伯雷的代表怎么样 顶多给我一顿教训 宣泄一下情绪也就完事了 而这也就代表 只要我赶快认分地被他暴打一顿 哪怕最后是躺着离开这间研究室 欧库尔达应该还是有机会 完成他原本的计划 那就来演戏吧 反正本来就是场赢不了的战斗 赵亚伯勒斯的脾气看来 与其微微缩缩让他打得不够痛快 还不如挺起胸膛平实力战败 更干脆一些 于是 拿定主意的我 在慕涅尔惊恐的目光中 躬身下拜 按交流会的竞技规则 行了个礼 既然如此 那就请大师赐教了 好 来吧 亚伯勒斯话不多说 从宽大的衣袖中抽出双手 左掌右拳地摆出架势 不用担心 这个研究是独立在敌意侦查的效果之外 架上武器 随便你用 有什么招式就尽管使出来 让老太婆我 好好见识见识 听到他这番提醒 我在短暂地吃了一惊之后 立即恍然 之所以吃惊 是因为我当时完全忘了敌意侦查的存在 从气泡炸弹到飞空艇的机密技术 在见识过瓦吉亚王国的各种心机之后 要说他们设置的敌意侦查魔法阵真的只有警报的功能 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而恍然的部分 则是因为这里可是亚伯勒斯的专属研究室 要是有人敢在这里出手挑衅 只怕技能还没出手 下一秒就直接被打趴在地了 根本不用什么敌意侦查 等等 马上就要开始乱来的那个人 不就是我吗 想到这里 我不禁在心底苦笑了一生 而我虽然打定主意要认真应战 但眼看亚伯勒斯摆出一副 要赤手空拳对付我的样子 面对这个实际年龄将近90岁的老婆婆 不论她实力再强 我也不可能一开场就拿出全部的真本事来 于是我抄起了离我最近的一把钢枪 在挥舞几下确认手感之后 右手紧握枪杆贴住身体 左手剑指前引 虚脱枪身 双腿一弓一弹 便使出了我唯一拿得出手的那招进阶枪技 蛟龙 哼 亚伯勒斯用鼻子哼了一声 自然是看出了我的招式 眼见我手中长枪枪头 在空中辗转腾挪 雪白枪刃化作盘踞空中的一尾蛟龙 朝她直卷而去 亚伯勒斯只是双足轻点 仿佛跳舞般左右来回横移了几步 便在肩不容法之际 贴着枪间闪过了我连续三次的图次 火候不错 她好整以侠地点评道 如果那女娃儿平时是以这个蛟龙为对手 阿斐拉多确实败得并不冤枉 如果放在平时能够得到五胜的一句称赞 哪怕是客套都会让人雀跃不已 但当她是你正在交手的对象时 这听起来就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更何况我还没来得及出言回应 亚伯勒斯下一秒就证明了 我那火候不错的蛟龙 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审 因为当当两声响起 她左掌横批 右拳直击 虽然根本不成招式 但打在我的蛟龙身上 竟是靠着一双肉掌 就将我手中钢枪 硬生生地断成了三截 然后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 亚伯勒斯的左手已经并止作剑 朝我当胸直刺而来 你的实力应该不止如此吧 伴随着这轻描淡写的问句 她的手指在我左边的胸口 前停了下来 而我虽然没有受到半分伤害 但我胸前那枚 可有地埃尔拉徽记的胸张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在我外套左侧的剑领上 只留下了她的下半部分 而她的上半部分 已经扣得一声 和慕涅而软掉的膝盖 一起直直落在了地上 至于我 冷汗直冒不说 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难道她真的想取我性命 可如果这样 她又为何收手 脑中一片混乱的我万般不解 只能既惊骇又迷惑地瞪着亚伯勒斯 但她并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缓缓收回左手 转头走出几步 然后回过身来 重新摆出架势 再来 那天晚上 亚伯勒斯只花了短短不到半个小时 就几乎快要将我身为武者的自尊 彻底击溃 剑 刀 枪 斧 锤 无论我用哪种兵器 在亚伯勒斯面前都没有任何分别 因为只要露出一点破绽 哪怕是我最擅长的剑技 在她手下也同样走不过一招 至于用模拟复制亚伯勒斯的招式 那更是想都不用想 先别说我已经模拟了 那个非空挺的复合魔法 就算我真的愿意把它放弃掉 我也根本找不到东西可以模拟 因为她虽然身为战技开发部的部长 但是从头到尾 她用的全都是只有一阶的基本拳技 不管我使出什么技能 亚伯勒斯总是能够从容闪过 然后或拳或掌 或指或爪的 轰向我手里的武器 而每当我手中武器无法再战时 她就会收手拉开距离 让我重新来过 随着武器被一次又一次的击破 那句冷淡的再来 一次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面对这样一个打也打不过 逃又逃不走的对手 我就像是一只被猫肆意玩弄的老鼠 既愤怒又绝望 到了后来 我甚至差点开口 求她给我一个痛快 而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做 或许是因为我在魔力激进耗尽的状态下 意识逐渐涣散 所以不知不觉间 我眼中亚伯勒斯的身影 仿佛幻化成了我此前所面对过 最大的恐惧 然后 当我想起那只戴着树桶 闪着黄光 足足有我半个人大的眼睛时 我也同样记起了 那个奋不顾身 高举双手的娇小身影 于是 我在无保留 攒起身体里仅存的全部力量 就要打出我当时最后的绝招 龙爪 好 看到我的架势 亚伯勒斯的眼中总算有了不一样的神采 不过很可惜的是 即使是龙爪 六阶剑技 终究只是六阶剑技 依然不可能给五胜带来什么威胁 L 这一招你现在也用得很熟了 虽然在一般人眼中 龙爪这招就像爪子一样 三道斩棘与一道刺激同时而至 从四面八方将目标牢牢抓住 但对我们来说 这四道攻击之间 其实存在着先后之分 三道方向 角度 速度各异的斩棘在先 为的是锁死对方的退路 等到对方避无可避的时候 那个后发先制 迅雷不及掩耳的刺激 才是真正的杀招 而这个对一般人来说 为不足道的先后之分 在雅伯勒斯眼中 就是一个天大的破绽 他轻巧地闪过了前三道斩棘 然后双手成爪 上下一措 在我使出刺激之前 就咬上了我手里的长剑 将其绞成两段 只是 这次我可不打算让他趁心如意 眼看雅伯勒斯停下了动作 我用最后一丝魔力 将闪光灌入右手手里的断剑 瞬间照耀了整个研究室 然后 借着闪光的掩护 我左手一伸 直接抓住 飞上了半空的断刃 反手就朝他的胸口 直接跺了下去 我想你应该猜得到 我这一招并没有得手 否则你不可能隔天还见得到我 但你一定不知道 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胜之所以是五胜 就是因为他不可能 被这种临时起义的 赌命打法给乱了手脚 早在我伸手抓住断剑的同时 雅伯勒斯前一秒刚把长剑咬碎的双爪 已经电闪而出 灵力地锁向了我的左手与咽喉 而就在那个瞬间 一声惊呼 由远而近地传进了我的耳中 不要 几乎是与他的叫声同时 不知道从哪里飞窜出来的欧库尔达 一把将我拦腰抱住 然后 由于他的速度太快 我们两人就这样翻倒在地 滚出了好几公尺 自然也就避开了亚伯勒斯那雷霆般的反击 欧库尔达 你怎么来了 看到环抱着我的欧库尔达 死里逃生的我气喘吁吁地问道 但欧库尔达并没有回答 只是摇摇头淡淡地笑了一笑 而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因为自己刚才收手不及 断剑已经划破了他身上艳红的礼服 看着鲜血 从他那白皙后腰上的伤口中 鼓鼓冒出 一时之间 我竟然慌了手脚 没想到自己手上满是汗水和血污 差点就直接一把按了上去 幸好 在我动作之前 一条白镜的手帕已经丢到了我的面前 小子 拿去用吧 我抬头一看 正是亚伯勒斯 而他此时脸上挂着的 却是我在过去半个小时中 没有看过的和蔼笑容 慕涅尔 你可以走了 亚伯勒斯没有回头 背对着他出声喊道 哦 是 大师 可是 这个 慕涅尔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奏变 吓傻了眼 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该不该走 不过几经思量之后 他还是选择遵从格朗德斯大师的指示 那么 这两位穆埃伯雷的代表就 行了 我会送他们出去的 是 是 慕涅尔不敢再多说什么 立刻打开大门闪了出去 而直到那两扇木制门飞重新合拢之后 亚伯勒斯才再次开口 你这傻小子 既然真的是来找自己的女人 那还留什么手 早点把真本事拿出来 不就好了吗 要不是你最后总算认真起来 老太婆我差点还以为你们是在演什么戏呢 演戏 看着眼前这位武圣 我顿时醒悟 原来 他才是真正的影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